再来看的是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天登场 这一次共有1700家厂商参展 摊位多达了5000个 外贸协会指出 这一届电脑展分成的三大展览主题 分别是云端技术 智慧行动以及触控应用 预估将会吸引超过13万人次来参观 2013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 4号在世贸一馆三馆 以及南港展览馆盛大开幕 总统马英九在开幕致辞时 自嘲自己并非业者 却连续参加了12届的Computex 在经济方面 也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诱因 帮助包括ICT产业在内的发展 外贸协会董事长王志刚 也说明此次展览的特色 这次展览分三个区块 一个是云端的技术与服务 台湾在云端硬体方面 已经是全世界重症 软体方面 我们还有若干努力的空间 那这次展出可以说软硬兼实 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王震棠 也提醒业者要脚踏三条川 来分散风险 全部压在一个生态 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 三个体系竞争 可以变成一个更健康 更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对消费者也好 对产业链也好 都是比较好的 这三个体系 现在还没有稳定 所以讲哪一个绝对胜出 不用太相信 本次展览规模 虽然碍于世贸二馆标出 而不如以往 但依然较去年 多出了一成以上的国外买主 预估将吸引超过13万人次参观 可创造250亿美元商机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前往参观 UDN TV 图佑任 戴军颖 罗振辉 台北报导